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命令降生在我的手 其他的效果呢 其实我不怎么用 像刚干我就没用过 这块地方呢 虽然是崩落峡谷附近的 但是它是属于伟名城镇 是一个祭祀亡魂的地方吧 因为有很多墓碑还有供养塔 在这个游戏里面 我认为啊 就是供养是祭祀的意思 祭奠一下嘛 如果说供养塔崩塌的话 那肯定就是长久无人祭拜了 那么里面的魂魄可能会出来 那些供养中的意义也就是在于此吧 供养一下王者嘛 不让他们出来捣乱 好 解决掉了 这个五手掉的是刚干御灵降生 虽立有镇魂之手种 但已长久无人参拜 这个地方不好找啊 要参拜还得过水路来 没人参拜感觉很孤单啊 自己就跑出来了 这里就没有什么可探的了 现在可以用归途佛像了 再去其他的水域探一探 这期是可以打出一个结局的 但是这个结局相对来说草率了一点 会少掉很多游戏的流程 但是也是一个结局嘛 因为比较容易达成 所以我就先把它做出来 现在我去的是裂缝洞窟 就是第二次见蛇被它从桥上打下来那块 这里呢有宝里之灵可以收集 可以捡到一个鳞片 另外还有两条宝里 就一共三个宝里之灵 水下的敌人种类其实并不多的 像这个宝里它只会逃跑嘛 那种食人鱼呢也比较好杀 最厉害的也就是水下五手吧 可是因为我速度快啊 这个五手在水里面又不会移动 一个冲刺过去就杀掉了 这狼的剧情呢其实跟水挺有关系的 你看我们是想要找那个原汁香气嘛 这个香气呢必须是鲜香流下来的水啊 它们孕育出来的东西发出的香 那其中一个就是芳心水莲嘛 就是狮子园在守护的那朵花 因为那边呢是崩落峡谷的水聚集的地方 所以它香气最为浓郁 再一个鲜香水的分支就是水生村 在那边的人喝了水之后 身体就会长出七素之石 那个石头也会发出香气的 还有一个是长鹰的树枝 因为现在剧情还没提到 就先不说了 现在回下先锋寺 把胖子小太郎的剧情给推一下 它不是想要神隐吗 另外呢在先锋寺还有主线的剧情要推 是光乎结局的 非常重要 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神隐藏的先锋寺 肯定是所有人 都在下来 所有人都在下来 都在下来 无论 你们是 巫女主席的工作人员 来吧我把你伤回去 来吧我把你伤回去 十级台风警告啊 走 这下呢小太郎就不再孤单了 他回到了幻境里 因为他就是守护青子的人嘛 现在呢再去寺院境内 那里有一个小池塘 这个地方呢会拿到重要道具的啊 要注意 潜下来之后呢 池塘中央非常显眼的位置啊 熊吕经得虫之章 这个是先锋寺的先锋上人写的经文 他希望呢能交到便若青子的手中 里面提到了神圣的龙从他的故乡西方来 但是为什么会赐予不死虫给他呢 他就是想探寻不死的缘由 好了现在我拿到得虫之章之后呢 就可以去找便若青子了 以前呢我每次来先锋寺都有个疑问 就是那满山的风车和木头娃娃代表什么 现在呢我就有了一点猜测 先锋寺的和尚呢会抓小孩过来做便若青子的试验 那那些木头娃娃呢代表了失败的试验品 红色的风车是对他们的祭奠 白色风车只有一个就是代表这个活着的便若青子 把得虫之章交给他 把得虫之章交给他 受取 それは 以后显向然是游说的 我送给他 安全 接受 多好 怎样 我的 Sach Prov Her 我上优贤 them 她所恨的应该是对她做实验的那些人 交给她得宠之章之后呢 再刷新一下 她就不在奥之院坐着了 她会到幻境去 小太郎也在那边嘛 正好我们去堆一下画 得宠之章是个非常重要的道具 因为她给了人更多的启示 神龙她为什么要给人不死之力呢 她为什么要又从西方的故乡过来呢 这就比丹丹斩断龙翼要探究的更多 这里提到了归还龙印四个字 啊,這個環境真的好詭異 我啥也看不見 而無端以為有無零物 存在,相當無人物 因此為何人之間 始動中 世人物之間 相當無人物 世人物皆無故 世人物が死亡 世人物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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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如何到達到的地步 我仍然不知道 定的事, 知了者は? 仙法商人, 或是… 那是誰? 那是仙法寺的階層です 弱いは果たして如何程… 胎内潜りの内に籠っています 巫女の忍びよ 何だ? これは… 伏し立ちとは、 また異なる道… 故に、無理にとは申しません もし、 留院を返す道を望まれるならば 仙法商人より、 その術を聞き出していただけのでしょうか? 考えておこう… 巫女の忍びよ もし、 留院を返す道を… あの方は… 他讓我去找仙峰上人 就是仙峰寺祖師嘛 那地方就是 我拿仙峰寺拳法的底下 有很多浮相在那閉關 就、 其實他們都活著 你知道嗎? いやいや そんなことはないですよ あの人は… 目つきは確かにいいとは言えねえです だけども… とても… いいお人です おい… ん? おぉ… あんたか… よく来てくれたなぁ… ほら、皆… 忍びさんも… 来てくれましたよ… あぁ… 巫女様たち… ちゃんと挨拶しなきゃ… あ、有的時候我真的覺得 你們都是在演戲 在騙我 あぁ… そうか… 忍びさんには見えないかぁ… おちの巫女たち… こう… そうさ… 見えないけれども… いるんだよ… 皆… 可愛い子たちじゃ… さて… あんたには… 礼を言わなきゃなんねえなぁ… こいつを… 受け取ってくんろ… 他説大家都在 我只感覺到了背後的良意 他給我一個太郎式 是啊… 他不是補血的 這個是回去幹的 本当に… 本当に… ありがとうなぁ… どうした… 巫女様たちも… ありがとうと言っている… 皆… 可愛い子たちじゃ… 小太郎呢… 也就適合這樣… 哄哄孩子… どうした… 這是他最好的結局了… そなた… なぜ戻られた… 私も… 小太郎さんも… ただ無心に… ここにありたいのです… どうか静かに… おかえりくださいませ… そんな… 私… ここで… 私は今までに… 非常… 私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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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の世界に… 私は… 私が… 私を… 私が… 私は… 我就一路跑到先锋上人所在的那个洞窟就可以了 路过的兵都不用理了 直接跑 大殿里面特别安静 大家都在上自习 谁也不理谁 除非你走到那个人身边 他身上的蜈蚣会攻击你 走这里 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剧情 指向的是龙之环腔这个完美结局 那也是最麻烦的一个结局 步骤特别繁琐 它不是斩断龙印 是归还龙印吗 如果说是斩断龙印的话 轻子未死 那归还龙印呢 就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 就是这个台子上面 这个时候先锋上人手里就有一个道具了 龙归故土之招 这里面清楚地交代了如何是龙归故土 一个就是让轻子引下冰冷的龙肋 再一个就是便若轻子 他要吃两个蛇事 好 现在我们就去找便若轻子 在篝火旁边坐一下 小姐姐又刷新出来了 优优独播剩新出来了 巫女忍よ もしや 仙宝承人と会って来ていただけたのですか 死んでいた 仙宝承人は 虫つき 何故 そのようなことが だが 書が残っていた これを 拝見します なるほど 蛇垣というものを二つ喰らえば 竜因の巫女を治める ゆりかごとなれる そうすれば 竜因を故郷にお返し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私が そのゆりかご 私がなりましょう お主 鹿と呼んだのだ もちろんです 私は オチの巫女の ただ一人の生き残り 生中には死にませぬ 巫女の忍びよ 竜因を返す道を望まれるならば 二つの蛇垣をお持ちください 心当たりはあるのか おそらくは 大蛇より取れる木もかと 柿のように 赤く染まっていると言います これをお持ちくだ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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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巫女の忍びよ お持ちくだ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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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了 走吧 暂时呢 她这个门是不会打开的 小姐姐吃完柿子之后呢 从这扇门过来 会发现之前的老婆婆 御妻様方 どうか どうか 连路拳で あっち じゃ 老婆婆大概是指着西方 用尽了最后一次力气啊 她死掉了 她其实是玩家的完美结局的指引人 虽然没有说得那么明白 现在船去地下监牢 维明城之前的很多篝火啊 都不能再去了 需要重新开一下 先来地下监牢呢 是因为有一个隐藏的地点要去 是道顺的实验室 这里是要潜水潜过去的 达成了郑佐和小太郎的完美结局之后啊 道顺和小范那边的任务就没法推进了 因为他们都需要一个强壮的男子嘛 如果把小太郎还有郑佐 送到他们俩任意一个地方的话 结局都不是很好啊 我个人不太喜欢这两条直线 不过呢 并不影响来道顺这搜刮 一路潜过来之后呢 就是道顺身后的那个监牢 这是他做实验的尸体 会捡到一个倒侧的手扎 从手扎上可以看出来 道顺呢 他是倒侧的最后一个徒弟 他现在在做这些实验啊 也是为了完成师傅的遗愿 从这个小门可以出来啊 我把你家洗劫了 你怎么也没反应啊 道顺和道顺应该是同辈的 道顺是鹰麻的师傅嘛 因为道顺的实验呢 实在是非人道啊 所以他的徒弟都驼奔向了道顺 道顺就感觉很愤怒啊 出来之后就听到了 没有人换班的消息 这说明伟名城可能出了问题 现在带到主城来 这个兵抱着头 有一个带红斗粒的来追杀他 这种带红斗粒的就是内斧的兵 看他们打一会儿啊 打赢了的那个才有资格跟我打 这个拿双刀的兵呢 你根本不需要跟他打 就只弹他的刀就可以了 一刀不打就能把他弹死 因为他出道比较快 有一群忍者来突袭伟名城了 因为我现在已经学会潜水了 所以我可以不从房上走 从水底下走 还有收集可以做 到尽头来收集 这个城门楼下的水啊 里面也是有保里之林的 通过这条水道呢 就绕到了城镇的侧边 可以从侧边上去 三连钩 从这个房顶开始 就会频繁的遇到这种忍者 所以说之前啊 你还是要熟悉他的打法的 要不然你看他后面的话 这就变成一种小兵的存在了 要经常去打 打完这个忍者之后呢 往上勾 先走一条收集的路线 其实捡的都是破烂啊 但是既然是全收集嘛 那就都照顾到吧 城里已经大乱了 这个兵在包头疏窜 看看这个兵啊 你就大胆的往前走 把城门前的宫火开开 其实开不开也无所谓 继续收集 从右边走 这两个兵呢 就不用理了 因为很快就会有红帽子 来收拾他们 好 上树 上防 上来以后会发现 鸟人被杀掉了 所以现在制空拳也是敌人的 我吃一个月影糖 要不然勾到对面的话 会被三个爬上来的小斗笠发现 行动要快 不然还是会被发现 他们一种埋伏的方法 就是攻其阴高式八强法 勾到最上面 就是我第一次来这边的路线了 把这个小斗笠暗杀掉 现在就可以往对面勾了 这里很多忍者 就不打了 打起来很麻烦 又有人者 还有狗 一路跑酷 因为路线是比较熟的嘛 你看有多少 拐弯还是勾到武士带命士去 这样就安全了 坐下火 休息一下 沿路呢 把兵清一下 第一个还是一个武士啊 但是这边中间呢 就站了一个忍者 走中间的门 把里面这个普通的兵给杀掉 不然一会儿他会跟我上楼 好可以把篝火开了 再往前走的仍然是精英怪 不过已经变成内斧的孤影众了 墙角还有一个小兵啊 要注意 我是把他杀掉了 你也可以选择傀儡他 让他帮你打精英怪 这个孤影众他的手是带毒的 但是他的招数呢 跟之前的那些内斧的人是一样的 师出同门 所以对他们的套路都比较熟悉了 那我傀不傀儡 那个小兵也无所谓 他现在出了下段V啊 我就可以用先锋角来对付他 如果想知道他的具体打法的话 大家可以看我第二期流从 乌鸦羽毛出的忍者 那里我说的比较仔细 玩到这儿呢 就知道内斧势力就有孤影众 还有那种小斗笠 还有红帽子忍者 小斗笠呢 等于说是一个情报兵吧 拿到了散落念珠 在窗口前面点的位置呢 有一个NPC 但是你需要吃一个月影糖 否则呢 跟他对话的话 会被上面的兵发现 我吃糖吧 吃糖的效用要长一些 我说是 嗯 要求你自己和英雅殿 要求你 要求你我二人 要求你 知道 我主 要求你 要求你 现在呢我去找一下一心 之前我也说了嘛 游戏里面的酒啊 是不够给所有的NPC喝的 所以呢我就用了备份存档的方式 那我所有的酒都还在嘛 这里有个箱子 打开之后呢会发现一个黑色的书卷 它里面提到了黑色不死斩 它是开启黄泉之门的刀 就是说如果你用龙印给它献祭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通过它来让一个人复活 屏风后面偷听一下 一心様 天狱又会出现吗 Emma 判断了 Emma 呀 是 玄一郎又会出现 是 不死斩了 不死斩了 所以要使用它 阿芝奈要守着沙瓶ならば 我全都能撕撕撕撕撕 我孫子也有很好的覚悟 但我必須使用血的苦努力 不可能 刃震了也有幾多人 那些時候 天狗是終了 那些人有 赤露 仏朝面 但是 在哪里 那些人 真有趣 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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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都芦 是 官 sin 那些酒吧 勝戦的時期就是喝了 芦娜州的皆是 國取戦的芦娜州 國取戦的 國取戦的 取得了的東西 取返了 是嗎? 原來這個芦娜是我芦娜羞的地方 從源來流出的水 我愛你那些人 因此酒也喝了 但我倆是悲痛、而且弱的旅 当然是蹂躙而服従而成 永久久久了 源水を祀る事すら許されぬ 哈哈, 無法度上喝酒也不可 但夜是乱了 啊, 火下的乱零 而此人死亡的戦亡 一度是好奇成了, 国取得了 接着喝不要酒 火を吹くとはこのことよ お主、この酒の別の名を知っておるか 知りません 知らぬか こいつはな、修羅酒とも言う 昔、わしは修羅を いや、修羅のごときものを斬ったことがある それは一体 斬り続けたものはやがて修羅となる 何のために斬っていたか それすら忘れ、ただ斬る喜びのみに 心をとらわれるのじゃ お主の目にも修羅の影があるぞ うーん せいぜいわしにきられぬよう きもにめいじろ ほう 灼酒、他之前喝過了 これを ほう、流泉か でかしたぞ、関野 ん? ん? たまらぬ 這個流泉を我手に入れると 嗅ぎつけた馬鹿者どもが飲ませろと集ってきたものじゃ 馬鹿者ども 酒飲みながら十文字槍を手放さぬ馬鹿者に 人の酒を現実で掠め取る馬鹿者 酒漬け片手に作りかけの技術をいじっておる馬鹿者 それからでかい頭体ですぐに真っ赤になる見かけ倒しのフクロもな それは お主の父もまた馬鹿者じゃったわ 他最後说的这几个人呢 一個是拿十字枪的我估計是鬼刑部 還有一個是蝴蝶夫人 一個佛雕獅 還有我的義父貓頭鷹嘛 他們年輕的時候都是好朋友是戰友 一起參與了偉明盜國之戰的 但是一心呢 他覺得我只是把我失去的東西拿回来 不叫盜國 這俩人裝死啊 看我回來了赶快就躺一下 本來想起來 一會兒要連續打幾波精英怪 我把裝備換一下 剛才偷聽對話呢 一心就說了 要提防嫌疑狼回來 用另外一把不死斬 所以呢 嫌疑狼還是會出現的 但是要看你走哪個結局了 現在就去打精英怪呀 到武士待命室的這個中間防梁上 扒到這個位置 在落下可以暗殺他一次 打赤鬼的話 你要用傘特別舒服 跳下來之後 先用一個一文字 之後開傘 接一個開傘攻擊 再開傘 再接開傘攻擊 他如果沒有攻擊你的話 你最多只能偷一倒 之後就要開傘防御 他這種虛弱狀態可以砍三刀 保持這種開傘 之後接開傘攻擊的節奏 打起來就非常的舒服 好虛弱了 一通連 蓋走 這邊的吃鬼呢 猥瑣打法就是 你躲到門外面去 他還打不著你啊 拿到了忍者鑰匙饼 收集一下 再把門打開 這邊是個捷徑嘛 之前打開了 後來又鎖上了 所以再開一次 外面現在可熱鬧了 打成一團了都 出去看一下 戰鬥好像結束了 哎呦好 打擾了打擾了 不妨你們搜刮了 直走 然後右轉 把這兩個小兵清一下 之後呢就可以跳到 水池裡面去了 這邊的水池裡面有個 五手 打水下五手的話 就不需要神趾了 用普通刀就行了 嗯在這呢 甩頭髮啦 甩頭髮的時候你不要攻擊 等他飄逸的髮絲消失 不著急 他的這個威其實就是水下掏心啊 先往一邊躲再繞背砍他 最多砍五刀啊別貪 砍完之後馬上拉開距離 等他揮刀結束之後再砍 再砍幾刀再跑 如此循環 其實是非常好打的 因為我在水下特別靈活 如果在陸地的話他會放霧嘛 我就沒辦法走快 看清楚他的前後背啊 就正好走到他面前 最后一下啦 這個是烘户御靈降深 因圖謀叛亂遭到斬首 並棄屍成豪 就是被拋到水底下來了吧 來搜刮一下 我覺得偉明這個地方啊 山清水秀挺不錯的 你看這裡的水呢 如果釀酒味道就很美 連柿子都長得特別好 吃了以後能夠滋補血肉 這裡呢是三個沉重的錢袋啊 令狼相當開心的重 好了都搜刮完了 我可以上去了 接下來呢 我要去白蛇神社的位置 之前都是天狗在那邊嘛 現在劇情推進了 他已經回到居室了 那邊又有新的精英怪 先把東西都撿一下 壁虎亂入 好了 这两个兵不用打了直接跑 第一次来的时候也打过了 前方有热闹可以看 这种场面真的是难得一见 咱们得多看一会 小兵已经落败了 我捡个便宜 现在是1V1 伟名大将对阵内服孤颖仲 孤颖仲走的是暗扎流 他正面对决的时候 好像用的是先锋拳法 拳脚相加 伟名大将今天是属于手类的一方 好不用说了 已经被踢下去了 很干脆这一脚 我吸完钱就走吧 前面就是白神神社了 这边注意已经刷出了新的敌人 有三只狗 先来这边 把外面这只杀掉 蓄力扔标 普通标杀不死 屋里还有两只 等会 这个人怎么跟过来了 我说怎么战斗音也没停呢 你也太能跟了 先等一下 因为还有两只狗 不着急先把狗干掉 不先扎狗的话 这个锁定很烦人 没死 捕一刀 还有一只 好 来吧 既然你跟来了 我就把你送走 白神神社里呢 现在有一个攻影中 可以偷听 是天狗杀的吗 足以说明天狗很厉害啊 忍杀一次 忍杀完之后 马上接一文字二连 要不然他就会吃糖 这样可以打断他 之后就正常打 正好 就让我来送你 赔正旧去 你说你们攻影中 也不练个别的招 人人都只会这一套 因为你让一个人 看破了以后 你一对人不都完了 好歹想点花样 有点创新思维 对不对 把这边的篝火再打开 体力可以升级了 有四个念珠了 八只念珠里面提到了 内府最信任的人者 就是孤影中 首领支部正纲 有17名子嗣 个个都是有秘技的 挺厉害的 但遗憾的是 他们的招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阻止 最后就灭亡了 现在再次回到 武士丹明氏 就可以去打boss了 其实也不算打boss吧 因为我是要做 修罗结局的 是跟两个好朋友打架 先把装备调整一下 换上先锋腿 这次吃一叶叉糖 好 走 直接跑啊 这个忍者不用管 一叶叉糖呢 是一种极限打法 容不得你失误的 因为血条很少 跟打嫌疑狼 是走的一条路啊 又要不得你 我最后都听到 就算你了 我认为的 你想要死了 我以为你 但一体何要企定 你拓却的 你 企むなど滅走も さあ 我と共に参りましょうぞ この袋は 巫女様の尊いその恩恥を お守りしたいだけに ございます お主も 竜院に見入られたか 話すことはない 猿がよい すみませんが 懐かしきこの眺めを もうしばし 堪能したく 満足しましたら 帰りまする 異父 居然是異父 三年前の回憶当中 他是已经死了的 但是他忽然带着内府的人 又出現了 父上 生きておいで だったと 計り事よ お前こそ あの世 死んだと思うておったがな 巫女様のお力にて 死人より帰りました それよ はっ わしは あの巫女の力を 竜院を支柱にしようと思う ですが 分かっておる 第一の掟により 父が命じる 主を捨てよ 今より あの巫女は お前の主ではない 巫女様を 捨てる そうじゃ 狼よ 父の言葉に従い 巫女を捨てよ 這個選擇非常重要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 如果你選擇第一個的話 就是修羅結局了 不能回頭 你們記得要備份存檔的 用意 父の言葉に従い 巫女を捨てる それで どう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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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れ どうぞ そのために 父のお前の 私の どうぞ それ それ と 私の負けがれよ これで 我が波動の ん 哎呀 义父 你可真丢人呐 又奸诈 又阴险 还老把烂摊子留给我 你发现没有 所以现在我要对战鹰马 我曾经看过战鹰 你也有同样的东西 我必须要断除了 先吃个夜叉糖 打小姐姐的节奏就是砍三刀防一下 她如果出威的话你就直接用先锋脚 可以无脑用啊 所以还是非常简单的 又来威了 先锋脚 连招只用到挥刀这儿啊 不要用完 好 结束 哎呀 好好好 拿着人家的药水服 让人家帮我升级 还让人家帮我治龙壳 后来就把人给杀了 简直啊 我真是越来越像我的义父了 所以说嘛 这就是修罗嘛 六亲不认 只知道杀人 这更交代不下去了 还拿着人家两本伟名秘迹 刚才还在喝酒聊天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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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吃饭 吃饭 好 先把修羅倒進去 現在要對戰老年一心 還是非常帥氣的阿姨 還是仙之堂 打他以防禦為主 最多砍兩刀就要防兩次 他如果擺出這個招式的話 是個虛招 你只能砍一刀 如果連砍的話 你肯定會被他打 他出一文字的時候 可以砍兩刀 馬上往邊上閃 之後蓄力一文字二連 他如果收刀入鞘 就是馬上要砍你一刀 之後接一個下段的V 跳起來踩 突刺 石破 好 第一階段結束了 再吃一個夜叉糖 他如果蓄力的話 就是要出大招了 馬上邊破打斷 再接蓄力的一文字二連 跟他打我們的一文字 都有時間蓄力的 在第二階段 他所有的一文字 都會出現變招 他如果出一文字的抬手勢 就馬上到他背後去 之後穩穩接近 蓄力一文字二連 收刀了要出下段V 注意跳 突刺 石破 突刺 石破 好 結束了 好 結束了 邁入老年的偉名一心 見勝之名當之無愧 又學會了一個一心的招式啊 這個是他的大招招式 但是我給他打斷了嘛 還沒用出來 我給他打斷了 等待了嗎 但我給他打斷了 我給他打斷了 但我給他打斷了 但我給他打斷了 你以為 那一心呢 勝之 啊 我能不能 可疑的可疑 我 你 你 我 哼 哼 真解气 怀你三年前的一刀 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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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修罗了六亲不认 别说义父了亲爹的不认 是的 我就是 不认识 兵士 民草合わせて 死者数千 生残りは ほとんどなし アシナは 戦国最悲惨な 殺戮の部隊となり その地には 後々まで 鬼が潜んだという 最悲惨な 殺人不眨眼 殺人不眨眼的惡魔 所有人都因他而死 可以說這是最悲惨的一個結局了 不過也是最容易達成的一個結局 這個修羅結局呢 其實也是在情理之中吧 因為只狼確實殺了很多人 一心呢 說他在狼的眼睛裡 看到了修羅的影子 佛雕師呢 也說 只狼跟自己是非常像的 修羅呢 並不是這個遊戲的終點 下一期呢 我還會繼續做遊戲的其他結局 還有很多劇情和地點沒有解鎖啊 還請大家多多支持啦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